孟达是三国著名的变色龙 变色龙 墙头草 这事儿啊 有传承 咱们呢 还是先从孟达的父亲孟他讲起 原创不容易啊 尤其写文案是真的难 请大家多多支持 孟他 《范书患者传》里写作孟陀 自伯郎 扶封人 家里啊 很有钱 但名声不太好 想做棍 却没有门路 当时呢 是汉陵帝在位 孟他就想到去巴结 全世熏天的大宦官 张让 但是张让是什么档次的人物啊 想巴结他的人多了去了 孟他去排队 都不知道要排到猴年马月 于是孟他另辟蹊径 改去巴结张让家的家奴 孟他给张让的家奴们 送了很多钱财 几年下来 家财散尽 倾家荡产了 按我们来说 我这不是血亏吗 大门都没进去 张让都没见着 钱花完了 整的家奴们都过一步去了 就问您想干什么呢 只要我们能办得到 孟他说呀 我只想让诸位拜一拜我 好家伙 倾家荡产 就这么个小要求啊 我们本就是奴才啊 拨棱盖不值钱 奴才们就给他安排了 每天到张让家大门口啊 排队的车有好几百辆 都是送钱来的 就这排好几天 未必让你进门 孟他来的最晚 排在最后边 什么档子跟我排一样的 对 张让奴才远远望见 哎 他老人家来了 于是呼啦啦的 全部去迎接孟他 纷纷下拜啊 并且共同抬着他的车子进门 我们拿了人家全部家产啊 人家就这么一个小要求 那肯定得服务到位啊 孟他进去后 其他人都傻了呀 这是什么人啊 张让的老闺蜜吧 平时张让的奴才 一个个是构杖人士 鼻孔朝天啊 这 这 懂了 大部分人见不到张让 也退而求其次 改去巴结孟他 大家争争 拿来珍宝齐玩去贿赂他 孟他是照单全收 然后转手献给了张让 家奴们在张让面前啊 肯定也说了不少好话 再加上送礼 孟他顺利的得到了张让的垂青啊 张让转头在上书台留句话 孟他的官位就有了 据说有一次啊 孟他还给了张让一壶葡萄酒 张让可喜欢了 一高兴就让孟他做了两周刺食 那张让自己收钱不好吗 怎么中间还让孟他倒一手啊 您想啊 张让收一千份礼 是不是要帮一千次忙 有白恰的饭吗 所以说呀 那些人在门外等了好几天呢 也不让进 现在呢 张让只收孟他一个人的礼 给他办一件事就好了呀 稳赚啊 孟他走上人生巅峰 也是赢家啊 奴才们也赚翻了 啊对 就是门外那些人吃亏了 你们自己愿意给黑中介送钱 愿谁呀 找张让 我连门都没让你们进 你们哪位呀 找孟他 人家梁州赴任去了 刺食 好几万军队呢 你来找啊 正如苏东坡所说呀 将军百战敬不侯 伯郎一斗 得梁州 建宁元年啊 168年 西域苏洛国发生政变 苏洛王被刺杀 建宁三年 170年 孟他派从事人设 率500敦皇兵 出兵西域 再联合发动各国 一共三万余人 共打输了国 功真忠诚 40多天打不下来 就撤军了 这就是孟他在任 梁州时的唯一诗迹记载 他买官捞钱啊 不知道这份财富 留给子孙多少 反正啊 到了乱世 三府发生战乱 他的儿子年轻的孟达 得跑到属地找工作 下个视频呢 咱就讲讲这位 游戏与三国之间的小丑 孟达